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豪 今天是來提醒大家合作迎擊戰的部分 你可能會想說迎擊戰不是禮拜天才結束嗎? 怎麼這麼早提醒 是這樣沒錯 但要注意迎擊戰是有分三個階段的 其中這個戰鬥階段只會到8月12號 也就是禮拜五 禮拜五晚上11點59過後就再也打不到 沒辦法累積功勳 你就會只剩下兌換的功能 有沒有覺得迎魂歷史正在上演 所以各位千萬千萬要記得不要蹲到假日 才想說要來打迎擊戰 屆時已經來不及了 這兩天請好好把握最後黃金時段 至於哪些東西是要兌換的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滅絕金玉 推薦大家把這個順位放第一啦 因為他真的算是稀有素材 而且取得途徑都不簡單 要嘛每個月的月挑戰LV10 要嘛就是在二級三星成就 現在有一個讓你打中等偏異關卡就能獲取的機會 當然好好把握 這台角色的部分分別是V仔獸 機械邪龍獸和鋼鐵海龍獸 V仔獸是一定要換啦 他是超技角色 要吃超多隻才會滿技 這裡就是給你大量獲取的地方之一 至於機械邪龍獸和鋼鐵海龍獸 對於機械隊來說技能其實都算不錯 現在講到一線機械應該就是莉莉絲了啦 海龍獸有一個擋死的功能 雖然不像機械下馬西可以無視無視減傷擋死 但至少算一個不錯的下位版了 之前都有跟大家說過莉莉絲不怕連擊嘛 所以只要擋得住第一下就好 這隻海龍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機械邪龍獸的功能比較多一點 可以自選直行引爆 其實光是看到可以自選引爆就可以換起來了啦 CP很高 加上他有一些特殊功能 像是碰到連環光勞可以繼續轉租追打火鼠等等 對於機械牛棚來說是不無小補 所以我覺得可以各練一隻起來放著 不用複製沒關係 真的要說複製的話 機械邪龍獸可以練個兩張 有能力的話再做就好 如果你懶得打那麼多功勳來換多隻練技的話 也至少記得換一隻 而後你後悔的話都還可以吃鳥滿技 接著進化素材魂寵的部分也可以換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尤其這次兩張大獎潛能解放就用得到他們嘛 最後就是一些強化素材的部分 大小鳥都可以換起來 黃金蝦跟金果鵝龍就是看你自己有沒有缺錢跟靈魂 如果這系列合作10抽角色你還沒練到全部滿技 這裡也有30隻大便獸給你換 風頭原石的話是可以讓你拿來買一些動態造型的 你真的覺得有需要的話就先換起來放著吧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不需要 靈精魄的話有點貴 這個是拿來突破角色的素材 靈精魄能突破的部分很少 真的缺到一個不行 你再好好考慮要不要換 靈魂石、羊駝這些都是拿來練卡片等級的強化素材 基本上如果你玩遊戲沒有太摸魚的話 背包素材應該也是多到滿出來的情況 這邊就一樣看你自己有沒有缺了 OK以上簡單和大家聊一下關於銀集戰的部分 我頻道有四階段的通關影片來給大家參考 大家對於銀集戰還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